我們事前的判斷是打 大於不打 打的機率大於不打 機率大概大約多少 就是打大於不打 我們做出的結論是這樣子 事前是這樣是不是 事前是這樣 所以你基本上是有掌握 有一定的掌握 你認為俄羅斯戰爭一起還要打多久 這個跟委員報告 之前我在3月10號有在這裡說 公開講就是半個月以後一個月會有初步的結果 那現在半個月過去的 確實初步的結果很清楚 他的第一個 第一幕要所謂的斬首 然後扶足這個鬼磊政權基本上失敗了 所以包括羅斯亞都他自己承認 他現在要往這個烏東地區去掌控 所以有一點 這個退到第二線 第二個第二幕去了 這部分我們研判有幾個指標 跟委員報有幾個指標 非常值得去觀察 第一個指標 假如 那麼 俄軍採取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 躲起基輔的重要城市 而且這個外交 這個用以戰逼彈 然後外交握學或是具體戰戰 那麼這時候 污境的戰事可告一段落 可是我們現在看 他好像不敢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他對基輔的這個佔領這件事情 好像比較遲疑 另外假如俄烏談判一直沒有達成協議 那烏國持續有效反擊 那俄國不會輕易停火 那麼戰勝會走向比較長期的 那現在看起來有一點這個味道 但是呢 如果希望持續給烏國族裔奧援 那烏格蘭展現了強大的抗敵意志 那麼俄軍的後勤補給有問題 難以解決的話 那這個時候 那可能 戰士他搞不好 就停下去 因為他打不下去了 也有可能停下來打不下去 那最後當然是說 克林姆民工他們發言也常到 如果俄國發生生存遭受威脅 即使會使用核武力 即使使用核武 這個所以也是擔心說 真正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普丁一連之間 發動所謂戰術性核武的時候 那整個局勢會上來 這大家都非常擔心的 真的引發 由戰術核武到戰略核武 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大家最不願意看到的東西 現在整個現在看著指標的走向 一的就是能夠談判得到一定的結果 或者在戰爭會再繼續拖下去 所以局長 戰爭繼續拖下去 比如說打個半年甚至一年 這可能性很高 有這個可能性 看起來 亞馬就是 現在其實各方面 包括中共也加入 希望能夠叫普丁 應該有停損檢 不要再繼續下去了 到某種程度 所以這也在都 美國也好 中國都介入不斷的在斡旋 這也法國 土耳其 大家看到不斷的在斡旋 這可能如果有一個結果 那這機會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邊打邊談 一直在持續下去 這個我覺得這兩個方向 是比較可能的 但是如果發動核武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好 所以假設 我問的是 打超過半年或一年的 距離高不高 有沒有超過50% 這個再給我們一點情資去看 好不好 好 謝謝 有這個可能 但是比例多少 probability多少 還要足夠的情資去看 因為每天戰士都有 都在發展 好 俄羅斯使用核武的距離 高不高 這個東西就是 一定料理從堪 1%的可能 都是人類的悲劇 所以現在不細細看它 機率高不高的問題 1%的可能 都是人類的悲劇 所以一定要想盡各種辦法 來Stop 要杜絕這件事情 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對啊 可能是存在 所以大家很緊張啊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從惡务戰爭 我們學到什麼 我們學到自助 人助 天助 能不能更具體一點 你用六個字 太簡淚了 能不能稍微引述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以前大家都好像覺得 96小時 那幾乎下來 然後呢 責任司機要嘛被幹掉 要嘛逃掉了 然後他可以扶持傀儡政權 沒想到 責任司機所領導的 這個烏克蘭人民 是這樣的抗敵的堅強 的意志 所以整個國際社會 不管在那個 這個正當性的支持 以及方面 武器等等方面支持 所謂的 人助 自助人助 所以我上次在這裡講 責任司機是 我看是二次大戰以來 最優秀的 戰時領袖 OK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中國大陸從 惡惡戰爭裡面 學到什麼 我在這裡面也講過 他不會輕易戰爭 不會啟動 不會輕易啟動 像普丁這樣 他真的是 沒有做準備的 他不會輕易啟動戰爭 但是 他一旦啟動戰爭 一定是全面性的 我們必定料理從關 我們必須做足準備 讓他不輕易開啟戰端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 這一台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